就是说,师父还梦见,就是有一次梦见,就是说我拉着观世音菩萨,就是我不记得到底是佛陀还是阿弥陀文,因为我分不清楚,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,然后观世音菩萨穿着红色的衣服,然后就是那个佛祖呢,就是金色的,就是什么? 这还不懂啊,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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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你我这么长时间干嘛,就是说明你是天上下来的,所以你看看现在节目当中有多少人是天上的菩萨下来,你看看你们,我,我,我,你们在做什么事情啊,我,我,我,你救了几个人啊,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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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能不能够救协人啊,像台长要表命的去救人啊,你要知道啊,不救人的人会上去的 哦,对不起师父,我知道啊 一个个都是在享受啊,自己投一个家庭不错,有点钱啊,就开始享受,听不懂啊 明白,师父 叫你们来享受的啊,享受就在天上好了,天上比人家更享受啊,听不懂啊 我明白,师父 就是等于一个干部下放,叫你到,叫你到一个,一个农村里去去,把这个地方能够脱贫,改成富有,那你天天在这个农村里边就享受好了 你要下去要工作,带着大家一起努力的啊 嗯,明白师父 明白 我一定会好好度人的 哎,你们真的很差劲哦 这么多的菩萨在人间 真的,所以,所以真的,我都,我都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,怎么度人的,怎么救人的,哎,可怜的 嗯,对不起师父,跟师父差得很远,因为我梦见师父,然后,然后特,有一次就是梦见师父,然后就是特别累嘛,然后,然后就是说有一个人让师父看兔堂,然后,然后师父也是帮他看了,然后那个,然后我就问他,我说你是学心灵法门的吗 然后他说,他说,啊,我是那个医工的朋友,然后师父就跟我说,说,说以后这种,说看不了了,说因为师父已经背不动了,然后师父,那个腰已经弯了,就是已经特别厉害了,已经 跟你说背不动了呀 没有办法 在人间呢,它都有一个量的 你过头的话不行的 你啊,有些事情为什么要观世音菩萨来救啊 你知道连菩萨都背不动啊 你知道观世音菩萨 我们学佛的人,连佛陀他就有一句话 佛陀也有一个一个很大的遗憾啊 佛陀在人间救不了无缘众生啊 这个人没有缘分的,菩萨,佛陀都救不了,观世音菩萨也救不了,你听得懂吗 他只要不相信观世音菩萨,菩萨救不了他 上帝都救不了啊 所以,所以西方教师有一句话 你要信,你就得救了 你不信的话,你不能得救啊 听得懂了吗,现在 我现在拼命叫很多人信,他们不信有什么办法 你在家里哭好了,难受好了 他就不信,怎么样啊 就像你们很多人在家里 你就叫孩子听话,他不听话,你难受吗 你哭好了 你跟老公怎么讲,他就是不相信 你说你哭好了,有什么用啊 无缘众生啊,拜拜了 下辈子再也见不着了 个人走个人的路了 对不对啊 对 好了 对 还有师父就是说 然后最近我也会 有什么用啊